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Runtal Mission为好 今天要过来收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是一直在出租的 然后呢,今天租约到期 我们过来把房收回来 然后呢,我们是这个房子是准备是要出售的 屋主他是有意向要出售 因为这个房子呢,租了有四年吧 四年,应该是弄得比较脏,比较乱 所以我们要重新装修一下 然后呢,还要再装饰 装饰完,装饰好之后再出售 因为这样子就是说房子会比较好出售 这个整个的过程呢 就是从我们今天收房到装修 再到装饰,最后到出售 这个整个过程我都会是以视频的这个形式 展现给大家看 就是让大家了解美国房产交易的这个过程 同时呢,也是让我们的这些老客人更放心 就是说,我们手上把管理几十栋房子 就是都是出于客人对我们的这一个信任 所以呢,我们也是想把我们的工作做的就是更透明化一点 就是不辜负大家的信任 就是这个视频的内容就是包括像装修的这个购买装修的材料啊 装修费呀,人工费呀 还有什么我们的销售中介费呀 到最后出售的这个价格 我们都会真正就是实实在在的 就是展现出来 就是让我们的客人放心 让大家就是更能了解美国这个房产的这个市场 好吧,就是期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 这个租客正在搬家 今天搬走 他的租约就是到今天结束 我们过来要收房 收完房之后就要下一步要开始装修了 这是车库 在搬家 我们这已经挂上full sale了 这个房子呢是350平方米 5房5.5位的 楼梯的放 客厅 啊,搞得有点乱 正在搬家 这个就是比较真实的一个状态 租客正在搬家 对吧,然后接下来 就给大家看看我们装修的过程 装修好之后 我们呢就要装饰 做一些软装 做完软装之后呢就可以出售了 这个是一楼的猪肉 当你们完成了 我们可以留下了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留下了一段时间 什么需要我做吗 对,你可以留下了一段时间 然后你再带回来 我们可以留下了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留下了一段时间 这个房子最大的这个亮点呢就是山景房 室也好 而且呢真是很凉快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装修给它搞好一点 这个房子才能就是卖出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现在就是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说租客搬走这个房子的状态 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装修了 装修就看这个房子的变化 我们是换地毯呢还是换地板 先洗了地毯看 洗了后看这个成本一顺 嗯 真具三到五万 我老大说三到五万 把这个房子尽量搞下来 这个花园也要好好的打理一下 花园是很大的 面积很大 这个整个的占地面积呢是750平方米 看看这个视野 是不是很好 很凉快的 现在中午呢都是有凉风的 这个早晚应该是更凉快 这儿还有两个房 哇这房我还真是没进来 这房子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刚才我们都是在这一半边 这一半边再看 然后呢这个是进门之后 在左手边 这里边还有一个房子 哦 他这个 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完全是独立的 这个这个房子呢 这一半边出租啊 或者是说就是做客房很好 还有独立的这个洗手间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 一个小厨房 这个房子优点就是功能性 不错功能性 5个15个卫生间 每个每个20度带独立的卫生间 这个是不罗伍的 第二个就是有三斤 对 但是他们缺乏调空 然后整个看上去没有那种豪泽的感觉 嗯 猴子的感觉 它不仅要有功能性 还有一个要看出来气盼 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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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回事 我们先装修吧 走吧 我们回啊 装修好了 嗯 嗯 我们先回去了 今天要带装修师傅过来看 嗯 好 我们现在就忘回走了 然后呢 周六的时候还要过来一趟 周六呢 带上装修的师傅 一起过来看一看 那本期的视频先到这咯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点赞转发 下次见 拜拜